第三輪資格賽 會不會是最後一輪 極可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害怕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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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第一麥冰 第二做什麼 第一麥冰 第二做 這好像在開場牌就出現過了 我開場牌如果有專心聽的話 你就知道答案了 這也是 常常會出現在台詞裡面的 沒有 答案是不是兩個字 第三個提示 請小君 十五秒請看 猜的 猜的 好 我徐亦凡我以為妳會出來 我們讓她三隻母豬都打死她們 妳知道嗎 妳沒有搶啊 我先告訴大家 答案是 第一賣兵 第二做醫生 就是以前賺錢的人 他賺錢的行業 除了軍公教之外 他們認為一般坊間都認為 賣兵的跟做醫生的 是最賺錢的 醫生答對沒有 來 王軒敬她的酒音歌功課就位 王軒同學 文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來看一下她的第一套題目 來請公布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要面對的題目分別有 腳頭 行內化 有沒有 腳頭二被人家認出來了 終於 展露頭角了 模特兒雲基國 以前在大學常常當過網拍模特兒 植物做織品 你是織品服裝系的 對 甜點命名法 你創立了烘焙工作坊 工作方 中藥顧骨頭 聽說你這個有骨頭密度低 是不是 不耐摔 我很容易骨折 我知道輕輕這樣一拐 就穿球鞋我就會骨折 再來就是絲襪保養法 你曾經封號叫做 低溫絲襪妹 耳環收藏狂你就愛戴 租金大不易 一直是租屋足 對不對 因為我最近也搬到內湖來了 對 搬到內湖 第一題從哪裡開始 我的讀書吧 織品 職務做織品 請出禮 中藍亞國家 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A 製作時要保持手掌乾燥 B 就地取材 價格平價 C 廢氣連梗是有害作物 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我 我的答案是 C C 鎖定 有學過這個嗎 有 因為 東南亞國家會有那個 連絲衣 連絲衣 對 口端絲連 會拿那個絲去做衣服 那我 但我 就是A 我剛剛本來是 A C在選 B C在選 因為A我確定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連絲衣 你要用保持手掌那個濕潤 它才不會 不會容易斷 所以我記得它是要保持濕潤的 但B C的確因為東南亞國家的 應該連梗算是很便宜的東西 但我選C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的那個布袋梨 我那天看到一個報導是 布袋梨是可以濾化那個 淨化那個水質 它可以把一些有害物質吸收掉 那既然這樣 連梗應該有一些 毒素 毒素吧 應該對了 來 請你揭曉 漂亮喔 飛機那是有害物質 漂亮 飛機很好 好 直接在東南亞國家 會有這種臉部 可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臉梗在它飛機之後 其實它會傷害到我們的土壤 同時會吸引一些害蟲 所以其實它是不好的 一種有害的作物 可是其實當地人 他們會把臉梗 在濕潤的雙手把它抽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臉梗絲 把它做成像是絲巾 之類的東西 那你知道嗎 這種它是價格非常非常的高昂 因為光是做一條絲巾 這麼小一條 它就要用到九千兩百多隻的臉梗 而且是需要二十個人 耗費兩個月以上的時間 才做得出這小小一條的布 所以基本上它的價格 非常的昂貴 所以在東大亞國家呢 只有高森跟佛像 有辦法穿得上這種臉部 好的 開始 加油 第二題 帶我出來的腳頭 內化 腳頭行內化 請出立 請問下列哪一句黑話 是形容以不合理手段 威脅他人放棄權利的意思 A 請問下列 B 送鴨鴨湯 C 櫻咕嚕 我的答案是 鴨鴨湯嗎 B 鴨鴨湯 鴨鴨鴨湯 送鴨鴨就是 我們這個事情要 不是要說當遠嗎 對 說當遠 說當遠是是把 這事情要把它模糊焦點 或者是轉移目標 可是這樣不代表 它本來不是要這樣 然後所以我把它 威脅他 造成我的那個形狀 我感覺起來 有威脅他的人是 請他連鴨鴨 所以我也是A B在選 因為我不知道是是什麼 請 介紹 你的表情跟我一樣 對嗎 沒有 他就是用不合理的方式 去把它弄成圓形的啊 好 趕快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些黑話 其實櫻鴨湯 的確啦 陳哥剛剛說的是有點道理 但是他其實 最一開始來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你本來想要 爭取自己的權益 那我有人來喬事 所以就把它搜掉了 那他這個鴨鴨 其實他在日文當中 寫的法是團字 是日文的漢字 那這個團字 它其實跟彈和 在日文的這個發音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有人 他來跟你彈和 來想要用一些威脅的方式 把這件事情把它化解掉 那這個湯就代表著 鴨的意思 就是見者有份 我們都要來分一杯鴨 那剛剛我們有這個Sakura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這個 有一些黑道啊 他們想要找一些人當假客人 這些假客人的稱法就是Sakura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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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我就聽不懂 Sakura Sakura 對 對 這個是 對 安裝腳 裝腳 暗裝 對 然後兄弟茶 就是也有什麼兄弟衛生紙 或兄弟酒 就是呢 兄弟要來跟你收保護費 就會拿一個東西賣你高價 用這樣的方式來收取暴力 運氣不錯 來 第三題 好 模特兒 好 在大學的時候 當網拍模特兒 對 是接Case嘛 是不是 對接Case 好不好賺 大學 其實那時候還可以 以大學生來講 一拍一賺要 一拍要拍多久 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沒有啊 八個小時啦 要拍到八個小時 一定是八小時是幾條 前面要裝髮 那能賺多少錢 八小時一般 有時候兩三萬一只有啦 多少 那個時候大概一兩萬啦 可是一個大學生賺兩十 一兩萬 兩三萬 只有大學過得比現在好 沒有啦 我快掉淚了 可以啦 模特兒雲集國 請處理 請問哪個國家 雖然美女雲集 出場了許多模特兒 卻因為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導致有許多女孩 是找不到對象的 A 拉脫維亞 B 烏克蘭 C 俄羅斯 好難喔 這關鍵性的一萬元喔 一萬元吃會心病 就靠這一題喔 我有看過這個報導 我這選項好棒喔 真的 都是那邊來的耶 對 哇 好狠喔 好難選耶 我的答案是 拉脫維亞 請說你 為什麼不是烏克蘭 因為大家都會猜烏克蘭 妳又知道 真的 但我記得 那個有一個 反正就是中歐人 忘記哪一個地方 好像是那個 男人的天堂 妳找不到老婆 就是去那 我記得是 波羅的海三小國 快告訴我 快告訴我在哪個 所以我記得是拉脫維亞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兩個 不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好像比例嚴重失衡嘛 對 就是它是男人的天堂 所以大家要找不到 只要台灣 妳找不到老婆的 請去波羅的海三小國 什麼三小 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三小國的 其中一個地方 對 應該是拉脫維亞 因為我記得不是烏克蘭的 是 妳是 我很訝異 我也不曉得她的說 妳什麼時候有一個禮拜的假 兩位人夫請冷靜 兩位人夫請冷靜 還要隔離耶 我說我們可以去到南部走走 太魯閣什麼的 想到哪邊呢 請揭曉 很厲害 很會猜 幫我吧 幫我和後維亞這個地方 要注意了 因為這裡美女成災 美女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男女嚴重失衡 因為男生比女生少了8% 那其實在二戰時期 又因為蘇軍跟德軍 在這邊打仗的關係 所以造成很多的男丁 都因此呢 當時就凋零了 所以女生的比例 大大的多出很多 因此在這裡呢 是男人的天堂 很多美女都找到老公 也只能委屈下架 妳再多打幾題好不好 好 我打三隻小豬 好不好 來 第四題 第四題我選 租金大不易 租金大不易 請出題 分析六都實價登陸 住宅租金 只要發現 台灣哪一個城市的租金 報酬率是最高 當包租公可以賺最多 A 台北 B 台中 C 台南 北中南各一個選擇 請叫 六都實價登陸 租金最高的是 報酬率 五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台中 D D 為什麼不是台北 一定不是台北 它被房子這麼貴 以租金報酬率 還有它本金 對啊 它還有本金 你跟我買房的 然後再租金這樣 那為什麼不是你們台南呢 因為台南房租 其實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我覺得台中 因為我有聽過台中的 房價可能沒有台北高 但比台南高一點點 可是台中租金不便宜 台中很貴 你可能對了 請揭曉 我錯了 正確答案就是台南 在六都當中呢 其實租金投報率最低的 就是台北了 因為台北房價非常高 當然租金也高啦 其實在台北租房呢 平均每平的租金會來到 一千三百六十九元 是最高的 那麼台南呢 房價低 但是租金也沒有特別的低 所以比起來投報率高 那其實像是在台南南 南科部分啊 它的租金行情就挺高的 沒有朋友回家 送個禮物 來 要送給王軒的是 慕顏流霸卷 這個有深層放鬆的溫暖手觸 可以卸除都會繁忙的生活壓力 讓你的肌膚細緻滑順 舒放你的身心裡 可以可以 我喜歡 我喜歡 謝謝 很好 好了 忙進行 終極懲罰 大家好 這邊三隻 三隻小豬準備囉 被打過沒有 打過嗎 打過一次 一次而已 一次而已嗎 還抱 還抱誠哥 你就不要抱了 好不好 怕被彈手 來囉 來囉 只要很遠耶你 不會啦 還好耶 還... 沒事 怎麼會難過 三下 三下 這掉了啦 他的臉好有彈性 沒關係 好 不要叫了 很快就過去了 這樣可以吧 好晚耶 我們哲學家 阿尼采曾經說過 沒有可怕的深度 就沒有美麗的水面 我們每個人都想 演好自己的人生 這天天 都得自我充實才好 不要亂追到最後 晚上九點鐘 一個資訊滿意的節目 就是 全民心攻略 下次再見 拜拜 全民心攻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訂閱的頻道